今天我们看一期游戏的全流程功率 Creature of Fincanstrain 弗兰肯斯坦的科学怪物 它是根据一个小说的名字改编的 首先我们来到Cannifus这酒馆 这里虽然很近 你需要远程购物这个胭脂的大脑 很奇怪吧 对 它就是要用这个大脑跟尸体拼接起来 做一个怪物 做一个很奇怪的怪物 然后给它导电 反正是一种小说里面是说 一种尸体给它做实验 它这个是模仿那个小说改编的一个任务 然后回到那个城堡里面去 跟那个叫Dr. Fincanstrain 小说里面原来叫弗兰肯斯坦 点击跟他对话 开始聊天任务 包里面就带了一些针线 然后等一下是用来缝这个尸体的 那个铁锹手挖那个大脑 等一下还要去挖一个大脑 锤子还有一个弧 鬼语项链是跟鬼聊天的 一些传送金币 好来我们选择第一个选项 选择第四个选项 继续选择第四个选项 这边上有一个楼梯 我们需要下去 也有可能是爬上去 这现在我看不出来 点击先开门 应该是爬上楼梯 然后这左边还有一个小房间 点击先开门 然后有一个书柜 里面有一个应该是一个 四本书吧 选的第三个选项 这像是黑钥匙的一个东西 之前我记得一三 它是显示什么黑钥匙 哪一个东西啊 不管它什么东西 拿到就行 ok 然后我们需要 需要去那个城堡的 那个对面那个房间 刚才那个上面二楼房间 你直接通不了过去 需要从底下一楼绕过去 然后从这边上这个楼梯 开两道门 然后开边上这个小门 再搜索一下这个书柜啊 joy of grave digging 搜索到也是一个三角形的 十多样东西 把这两个三角形 十多样东西啊 给它放一块 然后放一块 变成一个这个几边形 六边形的一个一个 一个形状的一个小小东西 先把这个鬼语项链 给它佩戴上 然后跟这个gardener啊 构子的就是有一个园艺 这个 它是一个鬼 你跟它聊天啊 它没头啊 你仔细看的话 它是没有头的啊 选择第二个选项 它现在需要我们带着它啊 就到外面去 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地方啊 就挖挖出来它的头啊 就是把头给挖出来 被埋到其他地方去了 OK 这里是一个这个开尼佛斯这个森林这个地方这边有一些小的蝙蝠吧 就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点击一下铲锹挖一下 我看你挖了好几下啊 我去 然后把这个头啊 放到这个 这个罐子里面 放进去 然后用这个新型的这个形状这个这个东西啊 放在这个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墓碑里面去 然后我们需要回到北方 哎呀 被树判住了 这里有几块墓碑啊 就在这个最这个边上的墓碑把这个Star Amulet啊 这个放上去 然后会出现一个这个你推一下 会出现一个洞 这是一个地下洞 进去啊 进去然后上一个51级的实验体啊 它是在这个西北部 从删了它以后得到一把钥匙 它是一只狗啊 好像是一只狗 这些这些狗啊猫羊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些科学家做的实验体 搞不准又是什么头拼接出来的 这是一个恐怖小说 等级不够开个祈祷 开的房子进站就可以放心的大 哦我需要把那个 厚里那个东西带的是吧 那项链带的 这样好像是刹的快一点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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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说工把这个一把钥匙给它拿着 底下箭头想剪就剪啊不剪给不剪 Cavin Key 拿着 拿着继续往里面走 继续往西北部走 走是要出来这个洞口啊出来这个洞口是在那个刚才我们进那个城堡的北端 北端还有一群那个墓碑啊 墓碑啊 墓碑那个地方还要去挖那个躯体啊 还有去挖脚啊什么东西 反正也是那个 你的尸体的组成部分 先爬上这个楼梯 哦 这里面有四个墓碑啊 这是我们在这个点上一次挖 看能不能挖到什么东西啊 先挖躯体是吧 哦挖到了 然后再挖手臂 这科学家有点作怪啊 就把这个尸体埋得到处都是啊 然后就再挖腿 好挖完了 deliver the body parts to doctor 就是把这个身体的组成部分 就送给刚才那个弗莱肯斯坦 送的科学家啊 直接传送啊 我这里带了个城堡这个传送石头 省得再爬洞回去 点击跟他聊天 选择第一个选项 用一根线和五个 一根针和五个线 然后给他给这个doctor啊 他是用来缝这个尸体的 看到没有边上有一个这个长桌子 很大的一块尸体啊 啊现在把鬼与项链给佩戴上 然后跟你面这个园艺啊 里面有个园艺是啊 幽灵形态的 点击跟他聊天 啊从他要一个这个小房子的钥匙 看他小房子里面应该有东西啊 啊search for a brush 这是什么东西 打开这个橱柜 点击搜索 啊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是等下是这个把这个外面这个这个杆子给他接上啊接长一点 啊需要用三根 哎哦对我们先把它接上啊 接上他还要接上去还可以再拿 我说怎么刚才不能拿了呢 他说用三根啊在街上 把这接长一点 这是一个天线一样的东西 等一下好像要引进电还是干嘛 然后去这个城堡的二层 我们从这边左边这个小房子进去啊爬上去 啊用家常版的这个这个棍子一样的东西啊 放在这个壁炉里面 嗯 然后呢把这个conduct mode 这个这个导电的这个这个模具给他拿出来啊 原来在里头是吧 藏着在 然后去一个炉子啊 把做成一个lightning rod 就是一个闪电的这个这个 这叫啥来着 像鱼竿一样的东西 我选择这个glory项链 传送到这个edge valley 边缘这个小村招 正好那边呢有一个炉子 这里需要一个银铁块啊银矿 银矿块 还有一些个conduct mode 所以这个是导电的模具 搞定了吧 搞定啊可以导电 然后继续用传送石头回到这个城堡里面啊 回到二楼 现在有导电模具了 导电那个鱼竿了 导电杆子 爬到二楼 然后继续这边有 中间有楼梯爬到三楼 这边后面这个 南边的这个楼梯也可以啊 我们继续爬 爬南边这个楼梯 这边有一个这个lightning conductor啊 这个是给它修一下 好像就导电成功了呀 是不是 给它修一下就是用我们搞的 刚才那个导电的鱼竿放上去 导电杆子放上去 然后它就好像就直接导电了 我记得新版本当中 不会这么容易导电 你还要这这调整还是干嘛的 你记不得了 然后下楼 下楼这边有一个这个 跟那个doctor聊天 就是说应该是电机应该搞的 这尸体没了啊 然后继续去二楼啊 面对它这个 它的造物啊 它是一个自己造了一个怪物 这个怪物其实是这个陈卯的这个主人啊 其实这个医生 他才是这个干坏事的人 他把这个主人变成一个怪物了啊 在这边啊 上楼 现在是最后一步啊 下楼去那个右键 去爬切它一下 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我给你把你打开 我给你打开 我会给你打开 我看你了 这边的东西 有点准备 你能不能像你